分享的这个款式啊 咱家宝如果你们能看到这个视频呢 一定要安排起来 真的是太好看了 冰茶裸色薄薄的打底一遍 五个手指都涂的是一样的 跟我手上是同款哦 然后用到的是这个泵迪碎钻胶的这个浅粉色 给它薄薄的来一遍涂在一半的位置 泵迪碎钻胶是一定要有的 这个季节特别常做 涂好之后呢 我们用扫扫笔去给它做出一个渐变的感觉 这种带量型的胶特别好做渐变 就往后轻轻的一拖就可以了 其实做完渐变之后啊 你什么都不搭 这已经是一个不灵不灵很亮的一个款了 如果你要再搭上点血绒粉 那简直了就没法说了 血绒粉一套是四个颜色 它这种粉呢特别特别薄很轻 利用浮胶就可以完全沾得上 我使用的是两个颜色啊 就给它摆在假面上就行 在操作的时候 尽量不要对着你那个粉去大声的说话 不然你就把那个粉都吹跑了 你看叠加完血绒粉之后 亮不亮就完了 有哪个小仙女能不爱这种不灵不灵的款式呢 整体做完之后呢 我们上加固上封层 这一个款式就完事了 就是很干净一点都不挑手 最后整甲做完之后呢 我们将无名指粘了一个那种花瓣的大高石钻 是五个大高石 然后带了一个那种金属的小叶子 绝美的一个款式啊 快去安排起来吧 蹦迪碎钻椒开开手电筒呢 感觉又不一样啊 又是一种蹦迪的效果 我给你们挂在下面小吃了 喜欢的 谢谢大家